美食Vlog 系列 大家好我是麥克風 又到了美食Vlog 系列啦 大家有五男女朋友間要問說 吃什麼的經驗嗎 那麥克風是非常有經驗 因為每一次見到Kelly 我總是會問他說 今天要吃什麼 我不知道你找吧 然後就會發生一個外國人 在越南人面前開始找尋 越南美食在哪裡的窘境 所以各位看官 美國家其實都是一樣的 身為一個專業的男朋友 就是要想辦法在最快的時間內 找到當地的美食 究竟在哪裡 那巧的是今天介紹的美食 是Kelly無意間在Facebook中發現 少數幾間 讓麥克風還有Kelly 覺得不錯的一間評價美食店 那結合了海鮮火鍋 河河港市茶店 跟汽水無限倡飲於一聲的在地名店 那究竟長什麼樣子呢 就讓我們繼續看下去 你來看 好看 真的 很濃烈 很濃烈 你們 2人買得有點軟 好的 有什麼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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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我把ink號20米 3公分 4公分 5公分 1公分 2公分 2公分 3公分 3公分 5公分 8公分 9公分 8公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POOT FIRST POOT FIRST FONGSAN POOT FIRST POOT FIRST AVSAN POOT FIRST APUMAIA TUMA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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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將即將即將 太大了 超大 那各位如果喜歡吃港式點心或者是燒賣類的 千萬不要錯過 因為這間店正是一名香港人所開 那如果喜歡吃港點的你其實也不一定要點組合套餐 那店內的菜單還有專門是港式點心的 那吃完它的奶紅包和水晶餃後 我當時深深覺得物美價廉 奶紅包的味道融入且香醇 再加上水晶餃搖開後的肉汁食意 瞬間呢就將天鮮兩道味蕾一次滿足 那配上即將放上的海鮮火鍋及牛豬拼寒雜燴 可以說是將你數個冤枉一次滿足啊 那麼這間店究竟在哪裡呢 大家可以看看我的資訊欄訊息 我會將電瓶及地址放在底下 那麼大家可以自己去朝聖看看 那這樣子的CP值真的是在無路之明很難看到的 那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喜歡我的影片呢記得按讚訂閱加分享 我是麥可湯 我們下次見 掰掰